你平时只打羽毛球吗 还是会有别人 只打羽毛球 2008年的时候 我就跟这个电视台 到北京奥运会探访 有机会看到谢信芳 对 那一场最后的比赛 看完以后就觉得 羽毛球也挺好玩的 然后就2009年的时候才开始学 然后就一开始的时候就停不了 一个礼拜七天我都在打羽毛球 刚开始打羽毛球会这样很伤心 因为要扣纱 要移动 对 我刚开始的时候最搞笑的就是 我的羽毛球教练 我第一天过去的时候 你之前有没有打过羽毛球 我说都有 他说很简单 就是走这个步伐 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四个点 就20 然后就我觉得挺简单 准备一 二 三 好 然后就到差不多10的时候就 我呼吸不到 讲话讲不出来了 我讲 讲话讲不出来 你这样子很像真志伟大哥 我说 吃也先拉到鸡 是吧 那个 哈哈哈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好的 对 芽芽 这个叫做羽毛球 我知道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 试下这次 好 谢谢 来打一个 芽芽 你先来一个 你懂得发球吗 我试一下 差不多 有碰到球 有碰到球了 对 对 然后就你记得是放 不是抛 好 你打羽毛球最重要是什么 你知道吗 要准备 不是 是打羽毛球 就是要打这个羽毛球 哈哈哈 而不是在看这个 啊 这个牌很大 他在讲这个运动的最核心的 最本质的原理 对 核心的原理就是 打羽毛球 好的 准备 我再来一次 哎呀 哎 过了 打 打 哎呀 过了 过了 再来 尽力 哎呀 哇 非常好 第一次打已经打到这个羽毛球 你知道吗 不是所有人都第一次打羽毛球的时候 能这个发球 你们是福利型选手 真的 我好开心 我觉得是跟这个天才 主要是教练教得好 你现在会觉得羽毛球挺好玩的 对 打起来了就觉得挺好玩的 我们来几个 好 我们认真打六个球 好不好 好 我们认真打六个球 好 各位观众 在你们的右方是长羹 左方是林晓峰 零比零 发球 哇 哇 嘿 嘿 嘿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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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动作还不错 非常好 非常好 耍酷 等一下 我们打六个球 三个球换场地 好 好 好 一 二 哇 这个太帅了 对 哎 几比零啊 四比零了 四比零了 哎呀 好光啊 比我认真打呀 好 哎呀 就差一点点就得分了 好了 这个球认真了 不让你了啊 你说了好几遍了 超师 哈哈哈哈 好 准备 哇 哇 哇 前面 嗨 这球怎么紧 他真的是很会 你们看一下哪台的特写 看下我们两个人脸啊 他基本没有出汗 有有有有有 你看看我这个汗 你看看我这个汗 多亏甩下来了 就是高手和普通球员的区 没有 有什么事 我看你了